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选择了来自中超广州恒大的保利尼奥 如今保利尼奥回归广州 巴萨战胜国际米兰 成功拿下比达尔 众所周知 巴萨将保利尼奥卖回 给广州恒大卖了5000万欧元 如今买下比达尔只花了2100万 连一半都不到 这让很多巴萨球迷都傻眼了 保利尼奥卖的钱买了比达尔 还能再买一个比达尔 大雄这波操作给101分 比达尔曾经是近几年拜仁镇中最铁血的人 现年31岁的他一向一钢铁般的一只和强大的身体机能著称 虽然这几年商商停停 但他和保利尼奥相比 虽然没有俄罗斯世界杯的试金石 但比达尔在欧洲顶级联赛效力多年 贝塔辽体育认为夸他是高配版的保利尼奥并不为过 比达尔在欧甲 德甲 西甲三大豪门混合变 身心太牛 虽然出身自制力 但比达尔真的算是人生赢家了 贝塔辽体育认为巴萨能够吸引比达尔的重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就是西甲豪门的欧战地位极其强大 第二就是据说比达尔为了梅西愿意自降身价和薪酬 希望职业末期可以和梅老板一起搭档 对于巴萨而言 自从普悦尔退役后巴萨就没有硬汉丹的球员了 虎江彼达尔可以作为巴萨的拉莫斯用 清理和扫荡一切疑难杂症和不服 这会让加泰巨人夺取2018到2019年的欧冠冠军更有底气了吗 球迷热议 巴萨签了一个月前带刀侍卫 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这么便宜 半个宝利尼奥还想夺欧冠 巴萨在眼界标好戏 虎江彼达尔正式加盟矿赛罗那 朋友们下数了 巴萨今年买的球员都是经济实用啊 怎么了 大熊脑子怎么一下开窍了 巴萨的钱可能是做木材生意赚的 要不然为什么今年都没有数给我上了呢 这意思是打三后腰 两个拦截一个组织的 新赛季的巴萨 要无敌了总感觉这两年巴萨有用不完的钱 而一贯才打气粗的黄马却没了底气 这两年倒是不满人了 对于彼达尔加盟巴萨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